在哈瓦那亲切看望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 双方就中古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地区热点、粮食安全等共同关心的广泛议题 深入交换意见,进行了长时间交谈 李克强总理夫人程鸿参加会见 李克强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 对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并祝贺他90岁受臣 李克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古巴进行国事访问期间 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亲切会见并深入交谈 我们十分珍视中古传统友谊 愿同古方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合作空间、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李克强指出,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经历复杂深刻调整 新老问题交织、挑战层出不穷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换 中古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同舟共济的同志加兄弟关系不会变 李克强表示,昨天全世界发出了维护和平促进稳定的强烈积极信号 古巴在有关进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劳尔卡斯特罗主席亲赴哥伦比亚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 体现了古巴的国际责任担当 中方表示高度赞赏 菲德尔卡斯特罗祝贺李克强总理房谷取得圆满成功 他表示,古中拥有深厚友谊 两国建交5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很高兴看到中国取得的发展 中国人民勤劳和不屈的精神值得钦佩 当今世界形势复杂多变 古巴愿同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加强交流合作 菲德尔卡斯特罗说,古巴高度重视农业生产 其中这堂产业非常发达 粮食生产能够满足本国需求 并在越来越多地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农业技术 开展更多合作 我们特别注意,通过加强年轻人的教育 提高生产水平 希望在农业现代化方面 同中方加强交流,实现合作共赢 会见结束后 菲德尔卡斯特罗专程陪同李克强夫妇来到户外种植园 园中种植了多种经济作物,郁郁葱葱 李克强详细询问了各种作物的种植技术 经济价值等情况 菲德尔卡斯特罗如鼠家珍介绍了有关情况 宾主双方且谈且行